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曾经说过 他很遗憾他是个女人 因为人们都不叫他作家 而叫他女作家 那男作家呢 他们不会强调男作家 就一律叫作家 就是没有性别的分别 但女人就一定有女性的那个女字在前面 碍于社会的刻板印象 很多人总是认为某些职业 只适合男性或者只适合女性 所以特别会强调性别的这个方面 尤其以女性居多 但性别从来就不是衡量专业的这个标准 所以呢澳洲有个非政府组织 为了打破社会成见 开班授课鼓励女性 加入被认为是阳刚位十足的技工行业 这所谓于郊外的工作室 便是非政府组织专门为女性 所提供的技工训练场所 以鼓励她们加入技工专业 在专人的指导下 大家都展现出经过不让虚美的本色 除了测量木板还要亲自拿起电钻转动 小心翼翼地使用电锯锯木 就连小妹妹也要跟其他人一样亲自下手呢 职业不分贵贱也不分性别 谁说男性就一定要出得厅堂 女性就一定要入得厨房呢 这些女性认真学习的模样向大家证明了 她们不是女技工 而是跟其他男性一样专业的技工 Good job Good job